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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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馬上歡迎我們的榕竹兒小姐 嗨 大家好 嗨 好漂亮喔 對啊 她皮膚真好 像掐得出水一樣 是 很多水的 了解 而且妳站在她旁邊 一比較就出來了 妳才幾歲怎麼會有雀斑 曬太陽會有雀斑對不對 但是很可愛啦 很可愛喔 對不對 你幹嘛弄寵物一樣 很可愛啊 是 但是歡迎妳 上個禮拜才當來賓 對啊 現在馬上變成我們的主持人 受寵若敬 不要這麼說 馬上她過兩天 再下一週之後 變成我們節目的導播都有可能 再過兩個禮拜 變成我們中式總經理 她也有這個 已經想得很遠耶 沒有錯 我的意想偏開 不是 我要特別感謝她 因為她早上人還在香港 然後就飛過來 就是為了我們我猜 當然啦 為了這個節目是應該的 中國大陸現在最紅的節目 我知道啊 對啊 所以今天我要帶 慢慢來 我給妳機會 我今天要在台灣 明天到香港 後天要到北京 都沒關係 但是就是為了我們的節目特別來 來 特別辛苦特別掌聲 好不好 謝謝 好 那今天就好好跟妳玩一下啦 首先要來介紹我們幾位來賓 來賓之前有比來賓更重要的是誰 就是我們的同學 一起來介紹現場朋友好不好 這是我看過呢 最這個喜氣洋洋的一張海報 真的 從來沒有看過 有能夠把海報搞得跟琴鐵一樣的 真的 我覺得其實她沒有配合那種 猜身道 歡迎台北大學校友會 小南大雄 張小海 這樣就對了 好複雜的名字喔 好 那現在可以啦 他們知道他們意思嗎 不知道什麼意思 台南 高雄 這個張小海 就笨小孩的弟弟妹妹 彰化一代的張小孩 厲害 歡迎他們 好不好 先來歡迎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 是目前人氣直線飆漲的一位 在上個禮拜參加過我們的節目之後 現在已經變成我們國人大家的這個 這個 幻想的對象 小龍女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小龍女 你這樣嗎 連榮祖他都知道你 他很喜歡你 真的嗎 對啊 你會唱我的歌嗎 我認識我認識你的人 對 他說你身材很好 謝謝 我覺得你的皮膚也很好 謝謝 剛剛榮祖說他不認識你 但是他認識你的一位長輩 什麼 好 夠了 好 還是都你在講的 你說黃色笑話 沒有 真的沒有 是粉紅色 沒有黃色 不能亂來 我形象現在很好不要亂來好不好 好 再來一位是潘蕙如小姐 歡迎 你好 你好 蕙如現在演好多戲 對啊 你是個跑座棚 對 你是紅白勝利的 沒有其實我每次在隔壁棚我都很想進來 我今天終於有機會了 豆賞 玉紅玫瑰 所以好好加油一下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兩個禮拜後 也可以來當主持人 沒有 以妳今天的造型 兩個禮拜之後妳會變成蝴蝶 很像毛毛蟲有沒有 對啊 破融的書 好啦 好啦 還有我們非常厲害 我這趟去了中國大陸之後 才知道他們有多紅 對 共立火車 好 謝謝 大家好 這也要不要讓 讓榮卓來訪問一下 中校東路走幾片 走 走九片 不多不少就九片 中校東路走幾片 走蠻多片的 他們在香港是不是也很紅 對啊 所以我知道他在中校東路走過 要不要聽聽他們現場唱 好啊 來來 預備 這樣的 有雜音跑進來 同學人家唱不能有發出雜音 再預備 7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的像 你們也學聰明了 不要不要唱你們的歌 沒有 我們這支新專家裡面有這首歌 有一首歌叫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們翻唱我的歌啊 你們怎麼會這樣 不要啊 喂 是你的嗎 是我的歌啊 唉唷 在香港很紅的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 我是原唱人 我是原唱人 真的嗎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要崇拜趕快 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原唱的 比較不好聽 還翻唱的比較好聽 不是 開玩笑的啦 唱歌多厲害 好 很厲害 我們聽你們唱一下 是不是 預備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這樣的夜晚 適合在電話裡 只有幾句小心的彼此問候 現在牽回來的手 是這樣的日子 需要改變 嗨呀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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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啦 而且他們這個翻唱 這個重新翻唱 有新的意思 可不可以聽一聽你的版本 好 你確定嗎 確定 好吧 來 給一個那個醬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這樣的夜晚 是否在電話裡 只有幾句小心的彼此問候 記著兩段的猜測 是這樣的夜晚 是這樣的夜晚 想起我 我 好厲害 你突然間趴過來 我擔心你聞到怪怪的味道 好 接著下來 是我們人類的Hello Kitty 歡迎玉芳小姐 你好 謝謝 好漂亮 我現在要為戲宣傳 每個禮拜二晚上9點 歡迎收看中視 又是一個戀愛天 謝謝 又是戀愛天 妳在裡面飾演的是 一個活潑熱情的保險業務員 我以為在裡面飾演 妳是一個活潑熱情的保險套 而且有顆粒的喔 如果忍不住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套 哪一套 保險套 遠離愛之 帶頭做起 可是怎麼會有人這麼 專門飾演保險套 那不是很衰嗎 保險套有活潑熱情的嗎 有 這個有一個 有懶蛋的嗎 有什麼 很懶 很懶蛋 冷蛋 冷蛋的保險套 冷蛋跟懶蛋是兩種東西 這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嗎 我小哥 怎麼還有一個比我還敢講的 這是見鬼的是不是 我希望妳的戲能夠有很好的成績 好 謝謝憲哥 還有再來我們歡迎我們的 張秀卿小姐 大家好 我是那親本家人張秀卿 秀卿姐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吐 可是我們公司硬要叫我這樣說 親本家人 對啊 因為我即將要走偶像路線 如果有什麼偶像劇 有媽媽的角色可以教我 沒有沒有 其實妳算是蠻另類美女的 真的嗎 真的 妳那顆智長的我覺得很性感 對 真的 那個智 這一顆啊 對啊 人家新專輯唱片是很棒的 有沒有 這張專輯唱片現在已經到處熱賣鐘 它是閩南語唱片 台語也現在就需要大家好好支持 閩南語妳可能聽不懂 我知道閩南語 妳有沒有聽過 這一首就真的 他們都是臭大 我是真的唱車站的那個 真的嗎 對啊 妳唱唱兩句來給他聽聽 他那個旋律才會記得 火車已經到很暗 倫的心頭很暗 看來看他來來吃一人 阿比翁 想你小小子心來小麻 你在念經啊 夢中的那把聲音下下班 喂 夭壽 不要嚇到榮祖了好不好 怎麼樣 這首歌 好聽… 那個榮小姐 我有聽過嗎 這個叫一字和聲 不過妳這樣唱片聽說 裡面還有自己寫的歌是吧 對… 這是當中唯一叫美中不足的歌 不是… 憲哥 現在重點是秀卿姐 秀卿姐她幻想說 她的這首車站在香港很紅 對啊 在大陸也很紅好不好 有…聽過 在大陸現在有一首歌更紅 愛呀… 紅彩美美 愛呀… 有胖的好大 住嘴… 不是這一首是吧 不是啦 愛呀… 愛呀… 紅彩美美好的 好 馬上來進入我們 第一單元腦內大革命 六… 大陸大革命 Question One 請看畫面開句成語 欲方小姐厲害了 雕蟲小技 好厲害喔 掌聲給她鼓勵 好厲害喔 真的喔… 好厲害喔… 比較小的技字 雕出了一條蟲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 雕蟲小技 是用來比喻微不獨到的技能 你答對了嗎 我請毛毛蟲來造句 好不好 來攀毛蟲小姐 唱歌對憲哥來講 只不過是雕蟲小技而言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求你開心的咧 奇怪了 人就是喜歡聽好聽的話 整個人都飛起來了你 真的人就喜歡聽好聽 一聽他就整個人亢奮 你講我看看… 試試看好不好 全台灣最好的一座大學 就是我們的台灣大學 接著下來呢 幹什麼 大家都要準備得意了你知道 結果你又沒有講 接著下來 第二號的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台北市了 就是我們的中興大學 其實你不要再講了 這個例子不要玩了 是… 台北大學不愧是我們中華民國 最好的一所大學 Yeah 慢兩拍 你的誠意不夠喔 不是 他們很想業 但是又不想對自己說謊 好 來 再看下一道題目 好的 很厲害的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句成語 來… ey 頸上天花 潘慧如小姐 答對了 好 來… 來 我們請可愛的小護士 小龍女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景上 景上天花 是 就像我出唱片就是景上天花 其實說的好 沒有 你出唱片應該叫做雪中送壇 為什麼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不是 在景秀的照片中 景文的頭上加了一朵花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景上天花 是用來比喻美上加美的意思 好 相當不錯 這個景上天花 下一題好不好 我們保留給你答題 下一題請看 請看畫面猜句成語 這道題目就是動力火車 什麼 無恥小人 答錯 什麼叫無恥小人 有一點接近 有一點接近 張秀卿 我沒有按啊 那是小baby怎麼樣 小baby無恥 忍不住了對不對 baby無恥答對了 baby 謝謝 謝謝 題目中的小baby 還沒有長牙齒 baby與baby音相似 所以正題答案就是 baby無恥喔 是用來指品格卑賤的意思 你答對了嗎 馬上看下一道題目 猜一個字 一個字而已 一個字 好吧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有一個猪 有一個馬還是什麼 然後他看到人去打那個人 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對 一個字喔 只猜一個字喔 沒錯 有一個人被扁 是猜英文還是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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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有想到一個英文 可以再看一次嗎 哪一個英文 張秀卿 可是你已經說不是英文了 還講 很難講 搞不好是對的 真的嗎 哪一個字 其實 看到豬沒有扁 看到什麼都沒扁 哪一個字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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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很奇怪 今天他講的笑話都不整好笑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答錯 想畫滿小的 想貫徹使用 是不是 有這個字 哪一個字 那不是 其實跟豬子沒有關係 答錯 沒有關係 觀眾朋友 你猜得出來這個字 是什麼字嗎 廣告過後再告訴你 接下來還有 價值50萬的洋娃娃 首度登場 好 1 2 3 哇 那老闆我想呢 由於我是主持人的關係 我們特別 特別的音樂 好 打開一下 信心會 不不不不 Don't touch 這個娃娃就是傳言 午夜3點10分 隨著音樂 會到凌晨 跳到凌晨 就跳起來 就這一種 你猜得出來 哪一個是價值50萬的洋娃娃嗎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哪一個字 蛤 蛤 其實跟豬子沒有關係 是什麼 豬子是下一題 最後突然冒出來一個豬子那個 跟這個無關好不好 那是下一題的好不好 真的 對 等一下有豬跟什麼 豬跟人 還有馬對不對 小龍的方向是對的 動力活著有沒有答案 什麼 潘惠如 什麼答案 偏 恭喜答對了 扁有打的意思 題目中的拳擊手 不扁馬 不扁豬 只扁人 人和扁合起來就是偏心的偏字 你答對了沒 明白嗎 看下一道題目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你看不看到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 注意她的眼睛是 是結構不一樣 預方 跟眼睛有關係嗎 有 有一點關係 有一點關係 那我可以那個 不要讓她亮嗎 沒關係 已經亮了 對 沒關係 還是妳不用回答 我猜劍 為什麼 因為竹子在一片竹林的前面 就是 劍 有一點道理對不對 答錯 好 來 有沒有哪一位有答案 主要是眼睛 竹子逐步是對了 她眼睛好像是紋路好像是 有一點點特別 眼睛 是木頭 是木頭的眼睛 是木頭 箱子的箱 恭喜答對了 噔噔噔噔噔 好